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校的同学你们好 今天是2019年的3月11号 为什么我们今年把概率的课程提的这么前呢 就是因为2019的同学他们刚刚考完以后 很多同学后面都后悔的不得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很多同学把概率统计开始不重视 有的同学甚至到了9月份才开始准备概率统计 那么形成一个闸堆最后去赶 那么最后后期的时候呢 你可能还有专业课要政治也要弄 所以导致后期就没有时间去准备该统计 这个思维一下子建立不起来 其实在高数现代概率的三门课程当中 概率这一门课 它是最不容易丢分的 最容易拿到34分的满分 就是我们的概率统计 一共是34分 最容易把这个满分拿到 它主要是用高等数学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有定级分 二重级分 无穷急速 用这个工具去算一些概率的问题 同时它加上概率的思想进去 那么概率难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说难在计算 它是难在这个思想 难掌握 这个思维的建立 它是要有时间去换取的 所以我们今年 就把它特意齐钱了 同学们一定要在七月份之前 至少要把我们的概率统计的基础的课程 要把它听完 把这个思维慢慢建立起来 这样的话 到了暑假的时候 你听完强化 九月份很顺理成章的 去把强化的笔记消化完 活性节的时候开始 你开始做真题 顺带的呢 就把我们的概率统计的真题 也跟着一起做了 你概率统计一定会起的一个不错的分数 在2019年很多的同学 如果准备概率统计的比较早的话 那么他们说都没有丢份 那么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怎么去用这一本教材 怎么去用这本教材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教材呢 翻到目录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首先是有基础篇 我们的基础篇 就以基础篇去讲解 而且我今年特意申请了 基础篇原来总部都是录两天课程 我们今天准备录三天课程 给大家讲的更加的透彻一点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 在本科的时候 该统计这本科呢 学的非常的不好 那么我这个基础篇 实际上就代替了我们的教材 如果你有我这一本辅导讲义的话 你就不用去看浙江大学的教科书 直接用我的这个讲义就行了 这个讲义的基础篇就可以代替教材 那么我有讲解 讲解完以后呢 那么后面有配套的练习题也有解答 你把这个练习题顺带着把它做一做 然后到暑假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解这个强化篇 基础篇有点类似于我带着大家过教材 当然是结合考研 强化篇呢就是以类型和方法为主 针对什么类型的问题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 主要是教你怎么去做题 那么当你把这个强化篇消化完以后 我这个后面啊 紧接着就有什么东西呢 就有真题篇 那么涵盖了从2011到2018年的 这个盖理统计的真题的专项 包含数一数三都有 那么这就是我告诉你 你怎么样去用这一本书 那么你在7月份之前 就是6月15号之前 你把我们的基础的课程听完 把这个到参数古迹这个地方 这个练习题把它做完 7月8月的时候 你要保证把我这个强化课听一遍 然后后面呢 消化的 消化的做后面的习题 对到吧 到了10月份的时候 盖理统计你学的怎么样呢 那么你可以检验一下余老师讲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考研 那么我后面就有这个例年的真题 让你去专项检测 请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温度考研授学-余秉森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啊 来讲解这个基础篇 基础篇呢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有一个考试的要求 那么这个考试的要求就是我把它从 我们考研大纲的概理统计的部分 我把它原封不动的把它扶植过来 这个地方就代表了考试的大纲 考试要求就是考试大纲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 从这个考试要求第一章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我们是把它分成三大部分 它是三句话 那么我们写一二三 然后首先大家看第一条呢 叫你要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 而样本空间也叫基本时间空间 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考试重点在哪呢 重点在于理解这个随机事件的概念 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怎么去理解 掌握 关系 和运算 第二个 叫你要理解概率条件概率的概念 掌握概率的 基本性质 会计算古典型概率 和几何型概率 这个古典型概率啊 我先说一下啊 有的同学呢 在高中的时候就学过一些 大学里面我们一般的话就不怎么去强调这个 这个古典型的这个计算的问题 人物理在高中已经有了 那么考研考到什么难度呢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在考研当中的古典概型 它是比较弱化的一个一个地位 一方面古典概型考的少 第二个即使古典概型考的话 那么它所考到的也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比你的高考量还要简单 所以古典概型这个地方 你不要去追求一些难的偏的怪的 我后面有真题你看一看 我们考过多少年的古典概型 我们其实有考到的话 它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问题 那么几何型概率呢 我们的第二章要讲 第三章还要讲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均匀分布 掌握概率的五大公式 分别是加法公式 减法公式 乘法公式 还有全概率公式和贝耶兹公式 这个我们的第一章这五大公式 主要是为什么服务的呢 主要是为我们后面的第二章第三章 怎么求概率服务的 我们的第二章第三章求概率的公式 都用的是第一章这五大公式 那么在考研当中 我们每年的第一章 都有一个单独的小题 比如说选择题或者填空题 那么一般也都是出在五大公式这个地方 当然会配合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第三个 独立性是每年必考的 我们的概率里面有两种独立 一个是世界的独立 一个是随机变量的独立 教你掌握用独立性进行概率计算的方法 理解独立重复实验 我们后面有一个北奴隶概率 第一章规结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章规结为三五大公式 加法、减法、成法、前盖和贝也斯 三种概性 哪三种概性呢 古典概性、几何概性 独立里面的北奴隶概性 北奴隶概性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对着这个书来开始学习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一章 就是随机事件以及它的概率 那么我们的第一条 我们写这个大写的一这一条 实际上就是针对我们的大纲的第一条 叫你要了解样子空间的概念 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 掌握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所以这个第一条主要讲了什么问题呢 主要讲了一个就是 实际上就是随机事件 随机事件的概念 然后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 我把它分成几条 第一个什么叫做事件 第二个事件的关系 还有就是事件的运算 先来看第一条 随机事件 随机事件 那么在讲到概念之前 我要说一个问题 我们概念主要研究什么东西 我们概念主要研究一些随机性的现象 就在一定的条件下 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也有可能出现那样的结果的现象 我们把它叫随机现象 这个随机现象是相对于确定性的现象说的 那么哪一些实确定性的现象呢 比如说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来 这个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每天都会升起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研究 1加2在算正确的情况下 都是等于3的 那么我们主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主要研究 在一定条件下 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也可能出现那样的结果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一些比较经典的问题 把硬币抛下去 因为硬币我们知道有两面 你抛下去以后 要不就是正面向上 要不就是反面向上 那么到底是哪一面向上呢 你在没有抛之前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研究什么 我们研究在没有抛之前的情况 只是抛过以后 它已经形成一个定结果了 比如说抛过以后就是这面向上 我们不研究这个 我们研究未来这种预期 我们研究什么 比如说你马上去买一张彩票 这个彩票我们知道不是现场去开讲 是不是要过几天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你买这张彩票有没有可能中奖 如果中奖 中到多少钱 概率是多大 那么我说你中奖 你一定会中奖吗 不一定 因为这个事情是未来发生的 因为它有可能出现 也有可能不出现 你有可能中奖 也可能不中奖 那么我们要研究这样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叫什么现象 叫随机现象 还有比如说我们跟赌博在一起的 就是打麻将里面的骰子 我们经常会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字 我们打麻将的时候 喜欢说这叫骰子 或者说 骰子 上正规的应该读头子 我习惯上把它念骰子 你就能听得懂 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六面体 然后上面的刻的123456 那么我随机的把一个骰子 抛下去的话 我们大家有一个公认的常识 就是可能是一点向上 可能两点向上 然后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 每一点向上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是一样的 它也就是我们说抛硬币的实验 我们大家有一个工序 就是公认 它要不就这么向上 要不就反复向上 它不可能出现这种香港的电影 这种无厘头说 竖着的 不会 而且我们认为 大家都是这样认为 这个硬币是均匀的 正面向上和反面向上的可能性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对这种随机现象 倾心研究的话 我们就要干什么呢 我们就要去做实验 我们就要做实验 所以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问题 我们做实验 这种实验叫什么实验 这种实验我们把它叫做随机实验 那么什么实验叫随机实验呢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教材 随机实验 要满足三条 在相同的条件下 这个实验是可以重复进行的 比如说我抛硬币 可以抛很多次 一个有名的数学家 叫特皮尔森 他曾经跑了很多很多次实验 他曾经抛过一万两千次 也曾经抛过两万四千次 你看一看我们浙江大学的教科书 上面是有的 再比如说 我们买彩票 你可以长期买 可以重复进行 你这一次不同的期 你都可以去买 第一个就是可以重复进行 第二个 所有的结果 事先已知 所有的结果事先已知 那么我就抛硬币 我知道抛一枚下去 要不就这枚向上 要不就反面向上 是不是 我抛一枚骰子下去 那我就知道 123456点 是不是 那么我买彩票 我就可以预知 我是中奖 还是不中奖 那么我中奖 有可能是中多少 这个都知道的 是不是 第三个 你在没有做之前 你是不知道 它到底会出现 哪一个结果 具体的结果 是事先未知的 你抛硬币 你不知道抛下去 在没有抛之前 你不知道它到底会是哪一面向上 我们打麻将 一般制两颗骰子 是不是 制两颗骰子 我们把两颗骰子的点数加起来 来确定 我们是在哪里抓牌 是谁 做东 那么你在没有制之前 你是不知道 到底会出现哪个结果 那么这种现象 比如说我们打麻将 制骰子 那么这就是一种实验 叫随机实验 那么你在相同的条件下 可以重复进行 所有的结果 我事先知道的 两颗骰子点数之和 从2到12 那么你在没有做之前 具体出现哪个结果 事先是不知道的 那么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该的统计 要研究的 我们研究 就要去做实验 这种实验 叫随机实验 它要满足这样三条 这个了解就行了 我们考虑 不可能考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 叫随机实验 第二个 叫样本点 五米格 那么你刚才讲的随机实验 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结果 是不是 那么每一个基本可能结果 我们把它叫做是 样本点 每一个基本可能结果 我们把它叫做样本点 五米格 样本点 五米格 那么什么叫做是样本空间呢 那么有的书上呢 也把它叫S 比如说我们浙江大学的教科书 它就用的是S 这个无所谓 用Omega或者是S 都可以 什么叫做是样本空间 样本空间是指随机实验的 所有可能结果 组成的集合 随机实验的所有可能结果 就是那集合啊 我们把它叫做是样本空间 那么你这一看以后啊 上样本空间是什么 样本空间实际上就是中学的什么集合 实际上就是中学的全集 是不是啊 那么样本点是什么 每一个基本可能结果 叫样本点Omega 样本点实际上对应中学的什么东西呢 样本点实际上对应中学的元素 对应中学的元素 这是样本点和样本空间 啊 第三个 我们要进入正题了啊 就是随机世界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样本空间上 就对应中学的全集 样本点对应元素 集合 就对应我们的世界 全集对应的是样本空间 我们中学实话用紫集 是不是啊 紫集的概念 我们把它拿过来 就叫什么东西呢 就叫随机世界 啊 随机世界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随机世界啊 学习概念哈 一定要注意 它是跟实际联系最紧密的一门学科 我们都有通俗的解释 也有数学上的解释 比如说 什么叫随机世界呢 你从这个字面义上去理解 这个事件 事件 我们知道事件是一种现象啊 就这种现象 就这种现象 比如说 你抛两枚骰子下去 观察出现的点速之和 点速之和 是二 是不是一个现象 你抛下去可能点速之和是二 你抛下去是不是点速之和 也有可能是五 也有可能是六 是不是 那都有可能 那么到底出现哪一种可能呢 它是随机的 所谓随机世界 就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也有可能出现那样的结果的一种现象 什么叫随机世界啊 随机世界直观上是指什么呢 直观上是指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的随机现象 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的 随机现象 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的随机现象 那么大纲的要求 是要理解随机世界 现在我就来帮助你 怎么去理解 一定要强调一点 发生过了吗 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的随机现象 也有可能不发生的随机现象 请你一定要注意 随机事情发生过了没有 注意啊 我一定要强调这样一点啊 随机事件 它是还没有发生的 还没发生啊 还没有发生 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 关键 没发生 我们该理统计讲的世界 是指未来的世界 比如说 你去买个彩票 中奖的该理多少 你不要认为啊 老师我中奖了 没 你买了以后还没开奖 是不是 我们是讲究未来的东西 直观上啊 就是可能出现 也有可能不出现 注意 还没有出现啊 还没有出现 不然我还要研究 它出现的可能性 是多少干什么 概念不是研究 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吗 概率我们是讲究未来的东西 刚才是说直观上指什么 数学上指什么呢 数学上是指样本空间 Omega的子级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世界是什么 世界是集合 它对你就是中学的子级 全级是样本空间 子级就是世界 数学上是指Omega的子级是个集合 那么集合里面不就有元素吗 里面有样本点 是不是 有样本点 数学上是样本空间 Omega的子级 那么在我们概率统计这一门课程当中 我们经常用大写的字母 ABC 或者AI 等等来表示 用ABC或者AI等等来表示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是随机世界 下面我们要说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要说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事件A发生呢 A发生 当且仅当 A当中的某一个样本点出现 事件A发生 当且仅当A当中的某一个样本点出现了 就叫事件A发生了 A叫事件A发生了 A叫事件A发生了